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集所介绍的第二枚纪念草就是这枚 Marie Spencer 舞蹈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飞就白了那枚 它跟刚才那枚是一样的 正面是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logo啦 背面就不一样 背面是不一样的 这张纸钞是在1997年5月1日发行 所以这个共和联邦运动会 是将这张钞票加了一张logo 背面不一样 重新设计啦 Marie Spencer 舞蹈 还有第18届共和联邦运动会纪念草 都是一样的 纸钞人物是Marie Spencer Marie Spencer 的校像后面 是当时他在职步工工作的情景 这个图案是来自 一个叫Marie Spencer Window 的彩色玻璃窗花 这类型的窗花通常会在教堂看到 Marie Spencer Window 是在苏格兰登迪美术馆和博物馆里面展示 Marie Spencer Window 是出自于William Hyman 校像的后方有个银灰色的图案 是Marie Spencer Window的上端 校像前面一艘帆船 这是科莱茲代尔银行的旧标志 右上角是10英镑 这是帆船的阴阳互补对应图案 这是返船 这是Marie Spencer在阅读 这是Marie Spencer在一个部落里面的情景 这个情景也是来自Marie Spencer Window 中间这一部分就是Okoion的地图 这是反复印技术 然后这个是曲纽纹 可以说印刷技术 在校像的下方有一排 然后在草片的正中间 都有这个维刷印刷技术 这个也是维刷印刷技术 就是营养的logo 背面也是有 当这张草片在灯光下摇晃 你们隐隐约看到一个十字 抗金箔 营养互补对应图案 保险线 两张纪念钞的水印都是一样 是Marie Spencer 可是那个 共和联邦运动会那张的logo 就折着Marie Spencer的水印 两位纪念钞在指灯光下都是一样的 只是打字的条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然后校像的后面的那个荧光 是Marie Spencer Window的那个图案 这是背面 背面就没有荧光 Marie Spencer付到这张纪念钞 是流通纪念钞 是作为1997年到2007年 苏格兰邦的十元流通钞 这个表示我做出来给大家参考 第一排的是钞票的热旗 然后中间的是名字跟职位 然后第三排是他的签名 这张钞票总共有八个热旗 然后有五个签名 然后从1997年到2004年的发行日期 的logo是旧logo 2006年起就换了新的logo 这是我做的第二个表 第一排是纸钞的热旗 第二排是1st Prefect 就是首发自贯 最后排是last Prefect 有三个空格 空格里不是还没有确定的 所以我没有填下去 如果改天我知道 我会update在这个影片的下面 AAA是first Prefect last Prefect 是afp 总共发行了总的量 全部的其加起来 总量是发行了1亿3500万架 1亿3500万枚 我是怎样算出来的呢 我是通过prefect 来预算它的发行量 AAAZ 总共是26个字母 可是O跟I 是没有发行钞票的 所以就扣了两个 总共是24个英文字母 AAAZ 24个prefect BA到BJ24 CA到CJ24 DA到DJ24 EA到EJ24 FA到FB14 总共是134个prefect 乘以100万 一个prefect 100万架 所以是134个prefect 乘以100万架 所以就得到1亿3500万架 这个主题的纪念潮 是有repracement的 repracement的华语就是取代潮 有人叫补票补潮 总共会有这个情况呢 是因为印刷厂在印刷钞票的时候 可能钞票有缺陷 所以它又不能再重新印过 这个同样的号码 它就会拿新的一个prefect 来补回 这枚印带有缺陷的 这个 这枚金链钞的repacement prefix是EJJ 每个国家的repacement prefix都不一样 马来西亚在近代的 钞票是以JJ开头 泰国是以S开头 印度尼西亚是X 有些国家是星星的 我也在网上搜索到 有发行样票 spacement 就是有两个prefect 一个是AAA 另外一个是ACJ 这个主题的纪念潮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它是装在碑装里面的 这枚纪念潮跟凯纳梅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 prefix是NAB NAB就是澳洲国民银行的简称 它是为了庆祝澳洲国民银行 收购了克莱茨戴尔银行十周年 所以这边出的啦 对 这张纸钞上面的其实是1997年 而收购克莱茨戴尔银行是1987年 所以庆祝十年 十周年的啦 这张 这一枚啦 是派给员工的 派给员工的 它是跟一个盒子和一个针球一起来啦 这样派给员工的 有些员工会拿出来卖的 明白明白 右上角是克莱茨戴尔银行的旧 logo 左上角是NAB的 logo 然后纸钞在中间 然后1987年到1997年的第一季 这一集就介绍完了两枚苏格兰发行的纪念潮 好 下一集我会介绍马来西亚的第二枚纪念潮 然后还有就是这次是我们的第二一部影片 然后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需要改善的啊 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后我们会去回复你们呢 然后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做更多更多 关于钞票的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后让大家也了解关于钞票的一些小小的知识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要希望大家做个指定的口号 就是按赞订阅还有分享还有按小铃铛哦 谢谢 拜拜